焦苦味濃的紐奥良料理 最近网路上许多网友贴上到新开美式餐厅的用餐照 实在好生活 秘密客也来品香一下 进门后看到一大片的植栽设计 让人心旷神怡 有老虎及鳄鱼立牌来迎兵耶 我想大口吃肉 打开菜单 人不多 只好放弃套餐组合 焦黑鱼及枫糖松饼炸鸡让我很好奇 意外还发现现场一罐罐 看下克宁奶粉的罐子堆高高 原来是橘炬咖啡 喝来有点重烘焙的焦苦味 是很大人的味道 我的焦黑鱼上桌 真的很像烤焦黑 焦脆的外皮不好切 鱼肉因为涂上香料烤过 吃来略带苦味 要几点柠檬汁才对味 有奥良浓汤饭送来 我选了腊肠口味 加了很多蔬菜哦 香料味浓 葱糖炸鸡松饼 满足了我想吃甜食 又想吃炸鸡的双重愿望 但是只有两片松饼加两块炸鸡 这价格不便宜 秘密客 吃苦是种美德报导